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就会改变你彻彻底底的一生 彻彻底底的认知 叫做人生必须懂的大逻辑 多办随机 少办必然 我记住这句话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 我给你国家的未来是随机还是必然 个人的未来是随机还是必然 随机多还是必然多 一定是随机多对吗 我们会知道 疫情有没有可能被全面控制呢 还是会全面爆发呢 我们都不知道对吗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奥运会上 会不会遇到哪个好心的裁判 和坏心的裁判 对吗 那我问大家 国家的未来是不是随机 那我问你 个人的未来是不是更是随机了 你相不相信 今天在一个会场当中 有可能认识一个人就改变你 会不会相信吗 认识 我自己在讲课的这条路上 我曾经去参加了一个论坛 一个聚会 前两天我去天津看那个大哥 我们俩就是在一个聚会上面认识的 我们俩在聚会上面做一个桌 那个时候我还抽烟 然后呢他一碰我 他说你也抽烟吧 然后咱俩抽根烟去 我说走 后来我们俩就到门口抽根烟 后来他没带烟 而我看见包里有烟了 所以我想抽你一根烟 行不行 然后他就抽了我一根烟 我们俩就因为抽了这根烟认识了 后来他自己是做教育培训公司的 然后这个人至少在零几年的时候 给我带来了几十万的收入 就是因为我们俩认识 你去回忆一下 你自己过去获得的机会 是不是大部分都这样获得的 而不是身边的熟人 认识了八年 认识了十年 认识了二十年以后 给你推荐的一个机会 认同吗 所以人生也好 国家也好 世界也好 所有人的未来 是不是都是随机 对吗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既然国家和个人的未来 都是随机 那你自己 现在和过去的努力 是不是在必然上 努力来做 老学 找工作 升职 加薪 这是不是必然 认同吗各位 什么叫必然 你刚刚一生下来的时候 在医院陪着你爸妈 迎接你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群人 就构成你未来的必然 行吗 那群人构成你未来成为谁 未来社会关系在哪 未来活得有多么的伟大 还是多么的卑微 认同吗 那么你上学的同学 你自己过去的同窗 你公司的同事 这些人在你的圈子里面 我问你他们够不够成你的必然 也就是说你都能够想象到 后面会发生的事情 或者你在一个公司打工 OK没问题 最后你打工到头 打工成老板 是不是必然 所以我问你 必然有好有坏 而必然是不是大部分都能算出来 大部分都能预测出来的 对吗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还要在必然上努力 而不去努力地创造随机 大部分人在必然上 投入了毕生的精力 但是从来没有在随机上 获得半点的好处 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努力 越死循环的原因 因为你努力来努力去 都是在一个必然的环境里面去努力 各位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而你没有遇到更多的可能性 我问你 你人生是应该更多的可能 还是不可能 那在必然里面 是不是就不可能随机呀 没错呀 那么在随机里面 你才能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各位记住了 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增长曲线 叫做必然 为什么 因为你能算到 叔叔大爷是谁 同学是谁 同学的爸爸是谁 都OK 都没问题 那么你的第一个曲线 是必然 你的学习 你的考学 你的未来 你遇到的人 等等 在你圈子里面都是必然 那好好 那第二个曲线叫随机 我问你企业家老板成功的人 他的经历是放到必然上 还是放到随机上 随机上 认同吗 老板每天出去打球 是不是随机 每天出去吃饭 是不是随机 每天出去交朋友 是不是随机 所以各位 你的经历放在哪 你的结果就是什么 你的经历如果放到必然上面 那我告诉你 你最后必然就没结果 为什么 因为你去想一下 你记住了啊 你记住我告诉你的啊 你的必然 你的圈子里面 最厉害的人 就是你必然的 偏花板 这就是底 但是你圈子之外的可能性 有偏花板吗 认同吗 各位 所以这就是我在 最开始告诉你的 为什么 我坐了这么多年飞机 我这么玩 那个全中国跑 全世界跑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要努力的 创造各种不同的随机 而当随机变多了以后 是不是机会 才会来 机会是从哪来的 包括我再问你个问题 机会 是从熟人圈子里面来的 还是从熟人圈子里面来的 如果那个熟人 跟你都熟了八百年了 你俩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他能给你机会 他早给了 认同吗 他给不了你机会啊 所以你要明白 你所有的发展 所有的扩张 互联网有一个 思想什么叫 潜关系 而不是深恋结 你所有这种可能性 都是潜关系里面来的 所以各位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努力 努力 努力 你要有一个结果式的努力 而这个结果式的努力 如果只营留在 必然里面 那你能有结果吗 必然的结果大 还是随机的结果大 所以我就问你 就这一件事 搞明白了 跟你有没有帮助 就这一件事 搞明白了 会不会指导 影响你未来的 形式 作风 待人接户 会吗 所以你遇到其他人的 目的是什么 创造随机 而不要在自己的 死圈子里面 所以各位 你记住了 这是道理当中的道理 而且创造随机 它是一个扩张 它迎接的是未来 而你记住了 创造必然 它是收缩行为 它迎接的是过去 所以在自己 未来的道路上 一定要明白 随机重要 还是必然重要 我再跟你讲深一点 你相不相信 那个必然 你不努力 最后结果也差不多 行吗 你举个例子 你家里面有一个 某个学校的校长 的朋友 或者是你们家的亲戚 然后你特别想上这个学校 你好好学习 你不好好学习 你都能上了一个学校 所以它跟你的努力没有关系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努力的在随机上 而不是应该努力在必然上呢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你如果想获得大结果 如果想获得更多的结果 那么你就需要在随机上面去展示你自己 而不是需要在必然上展示自己 这点都明白了 一定会让你变得不一样